哦,长得跟我娘亲一模一样,还跟我娘亲一个名字,这也太巧合了吧 看到那根最大的柱子了吗?柱子上的花纹,你有没有在你娘亲身上见过? 我没见过 小娃娃,你看我 汤圆睁圆大眼睛,吃惊地看着那花纹,在老爷爷的背上成长蔓延 天哪,这是在变戏法吗?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你娘亲是我的女儿,那你身上应该也有这样的花纹 没有哦,我天天洗澡,我身上没有这么好看的花纹的 你把衣裳脱下来看看好不好啊,以前你身上的确没有这个花纹 可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老爷爷这里对不对啊 也许现在花纹就浮现出来了,你看看 我是男孩子,老爷爷也是男孩子,脱个衣裳,脱个背而已,怕什么呀? 老爷爷,我身上有吗?没有吧,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花,我竟然真的有哎 那我娘亲真的是老爷爷你的女儿吗?所以你是我的外祖父咯 小娃娃,你别恨我好不好啊?我刚才不是犹豫想 我知道外祖父不是故意的,我不生气 外祖父刚才想杀我,那是因为不认识我呀 外祖父可是城主,跟我们大昭国的皇帝一样厉害的 一个陌生人突然跑进城主的房间里,外祖父生气是正常的 现在外祖父认识汤圆了,肯定就舍不得杀汤圆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乖,这么懂事讨人喜欢呀 看我们家无双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谢谢汤圆理解外祖父 不过外祖父还是要为刚刚差一点误伤你的事情向你道歉 外祖父不该不问清楚你是谁,就动了杀心的 属一丛 D 感谢观看